第四百三十一集 我该怎么办 白兴颜腿肚子都要抽筋了 阿然,我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他斜眼看他,冷笑出声 父亲,你听我的吗 白兴颜拼命地点头 听,阿然,为父一定听你的,你说什么我都听 好,既然听我的,那就继续好好过你的日子 从前怎么过,现在还怎么过 从前怎么跟叶家打交道,现在就还怎么跟叶家打交道 只是你心里可得给我有点数 过去是真屈服,如今是假银河 如何做到既不让他们看出异样,还能把尺度拿捏好 你自己心里得有数才行 白兴颜赶紧道 嗯,好,我明白了,你放心吧 以后叶家那边再有什么动静 我都会悄悄地跟你说 就是为了把戏做得更真心 有时怕是还是得找茬儿与你为难 阿然,你可不能真的跟为父生气啊 为父只是不想被人看出来 你不知道我们府上叶家眼线多着呢 白赫染当然知道 叶家没少往国公府安插人 他的墨语不就是叶家放出来的暗哨吗 只不过如今那是个转变的暗哨 但是其他暗哨都藏在什么地方,他还真是不知道 阿然 白兴颜支支吾吾的,终于把自己心里最想说的话给说了出来 这个,你看啊,如今我们也算是一路的了 你能不能每晚不要将我泡在水里了 还有啊,当年的事我是被胁迫的 我也是为了一家老小 你那哥哥他的确可怜 但是你也可怜可怜我呀 这笔账就不要捅我算了吧 他说到这里举起手来 我发誓,只要你肯饶了我,今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也会对你们好,对老夫人好 再或者,你要是实在是出不去这口气的话 那等小夜市,等他的孩子一落地 无论男女,我都给溺死 就当是,当年那个孩子陪葬了 你看如何 白赫然都惊呆了 他能理解白星炎向他求饶 能理解他不想每晚泡水的心情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父亲居然还要弄死小夜市肚子里的孩子 你可真是我亲爹 白赫然由衷地感叹出这么一句 因为他想起了前世的爸爸白星 这两人还真是小 名字只相差一个字 性格人品却是一般无二 白星能干出来的事,白星也一样都没有落过 当初他大刀阔斧地砍出了所有绊脚石 终于砍到他父亲跟前时 那白星就跟他说 只要你饶了我 大不了我将外头那些女人生的孩子抱过来给你泄愤 他当时就觉得那根本就不是个人 甚至连畜生都不如 虎毒还不识子 可白星说起让他杀死他的孩子时 就跟捏死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 甚至他在其眼中都看不出半点心疼和不舍 白星也 你十几年前掐死自己的嫡子 十几年后又要弄死自己偷情生下的第一个孩子 这会儿又来算计你能未出世的孩子的命 你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 是人吗 不是,我就是想给你出出气啊 白星也想要辩解 却发现辩解当真无力 他刚刚想的确实就是只想保命 只要白赫然说不跟他算那笔账了 他真的愿意把小叶氏肚子里那个孩子舍出去 毕竟现在已经谈到要跟叶家对着干了 他还要那个孩子干什么 生下来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我没有用人命出气的爱好 白赫然开口 声音愈发地冰冷 白星也你给我听着 我可以饶了你的性命 不允你算当初我那哥哥的账 但是你得记着 我的条件是从今往后你对我的绝对服从 而不是要杀了谁敌你的罪 只要你乖乖听话 乖乖按我说的去做 我就饶你不死 否则 我杀了你就跟拍死一只蚊子没什么两样 白星也一哆嗦 连连点头 是是 我明白 阿燃你放心 我今后一定都听你的 白赫然却并不怎么放心 他太了解这个父亲了 虽然这些年听命于叶家 看似受气又可怜 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也乐在其中呢 叶家给他画的那个大饼 他就一点没信 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如今他的确需要白星也的配合 或者说不是配合 只是要他按兵不动 将一切维持原状 只要能把现状给维持住 他就可以争取出时间了 叶家郭家 甚至戈部国君到底看上了白星也什么 这件事情他非得搞清楚不可 甚至若有必要 他远赴戈部也不是不可以 白赫然的哥哥 他在心里默默地说 我暂时不能杀了你的父亲替你报仇了 但是你不要着急 这位父亲他装不了多久 与我也结不成几日同盟 这二十年已经把他的列根性给培养出来了 不是那么好转变的 而我也没那个闲工夫去规劝于他 咱们且再等等 等我把这一切都弄清楚了 一定让该尝命的人都下去给你尝命 二人是从皇后娘娘的中宫出来 自然是得走百姨门出宫了 这一路都是在后宫范围内行走 有不少宫人都瞧见天赐公主 远远地就向她行礼 同时也对这位闻国公大人陪在天赐公主身边感到奇怪 特别是当人们看到这妇女俩还一直说着话 就更奇怪 都知道天赐公主跟国公府不睦 更是听闻这妇女二人碰到一起 不是打架就是吵架 没想到今日静这般平静 真是太难得了 康平坐在教练上 远远地就看到她的哥哥从前头走过来 心下也泛起和解 怎么看这样子她的哥哥对白鹤染静有些惧色呢 说话时还哈着腰 像个奴才跟主子说话一样 这究竟是在搞什么鬼 她的两道眉越拧越深 终于忍不住小声问身边的宫女巧悦 温国公什么时候进的宫 怎么还进后宫了 他是来见谁的 那宫女告诉她 奴婢听说皇上给国公府的四小姐下了赐婚的圣旨 将四小姐赐给了酒殿下做正妃 想来是进宫来跟皇上和皇后娘娘谢恩的吧 不过谢恩应该是带着四小姐才对 这怎么带着天赐公主呢 边上的近视太监良策赶紧把话接了过来 四小姐也进宫了 但是提前走了 奴才适才去御膳房提茶点的时候 还远远地瞧了一眼 听说是贤妃娘娘听说文国公带着女儿 去招人公谢恩 于是也就跟着闹了过去 说什么也要为武殿下的事 跟白家讨个说法 康平听后冷哼一声 面上露了不快 梁测看了眼自家主子 猜测着说 贤妃娘娘真是触眉头 国公爷带着女儿来谢恩 本是好事 结果被她这么一搅和 都乱了套了 听说皇后娘娘很生气 宫女巧悦听爸瞪了她一眼 臭着眉爽 这天赐公主还真是个惹事惊 国公爷府里的事情够多了 她还在外头惹事 武殿下是皇子 她就这样将皇子困于南郊 虽说眼下皇上没说什么 但心里头肯定也是有气的 她有使殿下护着 可以为所欲为 可万一武殿下那头真出个什么事 皇上这口气没地方撒 还不是国公爷跟着倒霉 太监良策心里一惊 看来自己这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 李贤飞固然召康平不喜 但康平更不喜的 还是白家那位公主 谁让天赐公主 总是一门心思地 跟国公爷对着干呢 说话间 已经跟白兴言走至顶头碰 康平的教念停了下来 白兴言光顾着跟白鹤染说话 一时间也没留意到 前头来了人 毕竟之前遇着的人 都是主动给他们让路 这还是头一份没让路的 他躲避不及 一下子撞到个 抬叫碾的工人身上 那工人被撞得歪了身子 康平叫碾晃动 人险些从上头栽了下来 工人们一阵急呼 白兴言这才回过神来 当时心里就是意紧 心说坏了事 这别是撞着了 哪位主子又要跟他闹腾 这头事情刚有个缓和 要是再得罪了谁 他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正想着 一抬头 见那险些栽下来的主子 竟是自己的亲妹妹 这心才算是放了下来 娘娘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 白兴言往前走了几步 看向白明珠一脸的关怀 白明珠真是一肚子火 可以不好跟自己的亲哥哥发 毕竟在他入宫之前 兄妹二人的关系是极好的 他的哥哥也是从小就照顾着他 比亲爹照顾的还要多 哥哥这是怎么了 怎么只顾着说话 也不看着点走路 今儿你是撞着了我 这要是换了旁人 岂不是又要闹出事端来 白兴言连连点头 是是 都是我不好 真没看见 娘娘 没事吧 有没有磕着啊 白明珠白白手 没事 哥哥 听说皇上将珍珍许配给九殿下了 真有此事 确有此事 白兴言脸上终于露了笑容 你的侄女争气 竟得了这样一门好亲事 还是正非 真是给咱们白家长脸呢 白明珠却没他这本好心情 他很想问问他哥哥 现在为这门亲事高兴 可又想过将来如何面对叶家 这些年白家跟叶家紧紧绑在一起 上都城内是个人都知道 文国公是太后那一派的忠实拥护者 可现在这是怎么个情况 这是要脚踩几条船 就不怕一个站不稳船翻了 可这话他没敢说出来 他只是看向了白赫然 心里头琢磨起一件事情来 水牢里没了白金红 这事白赫然早该知道的吧 可是至今也未见他有什么动作 甚至水牢那边还严防死守着这个秘密 他们究竟有何打算 白金红就这么跑了不找吗 康贫虽不惜白赫然 但他也不惜白金红 虽然一直以来他都坚定不移地站在他哥哥这一边 对他哥哥的一切决定都是绝对的赞同和配合 可是如果小叶氏能为白家生下嫡子 他还是愿意让小叶氏稳坐白家主母之位的 毕竟他也是白家的女儿 他也希望白家的家业由自家血脉来继承 而不是便宜了白浩尘和白金红这对外星兄妹 再者 他其实宁愿小叶氏坐在主母的位置上 至少小叶氏只是叶家一个庶女 面对他这位康贫时还知道扶手 还懂得尊卑 可从前的大叶氏就没那么好相遇了 二人每次见面 他这个宫里的主子好像还得看对方脸色 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每每都能让他气上万日 可话又说回来 自打大叶氏失事 白家竟也跟着衰落了 他的哥哥被停朝 白金红被打入水牢 白浩尘也是在大牢里走了一早 再想翻身怕也难了 怎么办呢 难道就眼瞅着母族衰败 他什么都做不了吗 白明珠心里很矛盾 可他也明白 自己还真就什么都做不了 如今白珍珍也有了婚约在身 国公府里又多了一个 谁也管不了的女儿 局势越来越难懂了 见白明珠若有所思不知声 白星爷也能猜到 些他心里在想什么 可是眼下实在不是说话的好时机 于是只能岔开话题 好在这个新话题就在嘴边上 他看着自己的妹妹 问出心中疑惑 我看你这张脸 似乎也比以往年轻了许多 不但这皱纹少了 连肤色也更加的红润了 刚刚在招人公 见皇后娘娘的时候 我差点吓死 那位真的就是从前的皇后娘娘吗 怎么 怎么好像 一下子回到了十年 不 二十年 好像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年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白明珠听闻他哥哥这样说 下意识地浮上了自己的脸 脸色终于缓和了许多 他看向白赫然 笑着说 说起来 这些都是阿染的功劳 是他浸现了上好的胭脂水粉 才使得我们这些后宫的妃嫔们 助言有数 至于皇后娘娘 皇后是中宫 自然该得罪好的 白星炎今日有些飘飘然 因为他觉得自己也算是跟这个女儿 站到同一条战线上了 往后他凡事都会听这个女儿的 那么当女儿的也该在其他方面给他这个父亲几分脸面 就好比现在 听着康贫的话连连摇头 皇后是中宫 是该得罪好的 这没错 可你也是他的姑母啊 自家姑母 那自然是得跟别人不同的 阿染呢 他回头看向白赫然 明儿 将你进贡给皇后的东西 给你姑母也进贡一份 这可是你的亲姑母啊 主子们好 咱家是您的贴身总管 小鹿子 鹿青竹 这次啊 就以太监 江月的身份登场了 希望小主们 不要嫌弃咱家 嘴笨啊 请不吝点赞 牛子 贴身 请不吝点赞 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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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